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我們今天來玩Overwatch 其實我真的很久沒跑科 除了每一次都是直播 即是不會拍片玩 那...這次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你們看這條影片 的這一天 的凌晨 已經出了Sombra 當然不是出在正式的遊戲 是出在PTR 那...如果你想試玩Sombra 就必須要排A...A...A... AI對戰 那...因為他現在的快速對戰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能重複 pick up 一隻英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試玩Sombra 就真的要排AI 那你AI的話 就可以用Sombra去玩 那我想進來的全部都是選Sombra 就跟Honor當初一樣 哈哈 那我就會跟大家在這一場裡面 試一下他的技能 還有... 講解一下他的技能 大概是怎樣用 那其實我也不算太熟悉的 大家可以參考參考 還有討論討論 那去到影片之後 即是完結了這一場之後呢 我就應該... 應該會看完他的Skin 還有... 看看他的語音啊 噴噬等等的 那現在你們看到我用的Skin 不是他最原始的Skin 來的 我剛剛已經在PTR買了一個GumSkin 那大家看到現在我用左Shift 他就寫著隱形的 那隱形他當然有個限時啦 那... 你們看到我走得很快很快 他甚至是快過士兵的Shift技 即是士兵按Shift會跑快一點 那他就會再快過士兵 那所以他隱形呢 他跑去別人的地方 跑去別人的背後 還有走路也很有用的 不過有個缺點就是 他Shift的時候 他是受到攻擊的話 是會馬上 會現形 不再隱形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如果你想攻擊別人的話 他的Shift也是會沒有用的 都是不再隱形的 那大家現在看到一隻 爛露珠的身影 這個是... 這個是Sombra的被動技 他可以看到一些殘血的... 敵人 即使隔著牆 都一樣看到的 就... 定如好像奪命女一樣 有個紅愛線 類似的東西 那大家剛剛都有看過 用E技 那用E技呢 就是扔東西 然後再按多個E字一次 就可以傳送到那個東西那裡 又或者你放了出來之後 你在限期之內 再按多一次 就可以回到剛剛的地方 走路的時候 或者潛入的時候 都很好用的 就算這東西是在半空中 都一樣可以傳過去的 另外就是Rite Kick了 你Rite Kick完 補血包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用到補血包 那敵人就用不到補血包 而且你Rite Kick敵人的話 就要對著敵人 按幾秒 才可以Hack到他 即是可能在途中 你轉了目標 或者途中被他走掉了 因為他Rite Kick也有一個遠距離 如果他脫掉了的話 那就Hack不到他們 那只要你Hack得到的話 他就用不到技能 一會兒 可能幾秒鐘 剛剛大家看到我Hack的時候 被Luccio彈走了 搞到我Hack不到 那呢 紫色的骷髏頭就是我們Hack了 那橙色的骷髏頭就是敵人的Sombra Hack了 他的大技就是 可以把一切的屏障 即是來恩 Luccio的大技 還有炮塔 Vara的大技都用不到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裡 剛剛大家看到Luccio明明開了大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沒有了效果了 沒錯 就是因為Sombra啦 還有另外呢 他的大技除了會無效化 我剛剛所說的屏障 Vara那些 Luccio那些 除了這些可以令到他無效之外 那其實他都可以令到 所有在範圍之內的其他敵人 是用不到技能的 即是Rite Kick了 即是Hack了他 即是他用不到技能 好啦 另外想跟大家說說他的 槍 他的槍 大家看到他的槍 射的時候呢 他會和閃光一樣 會放大了他的準心 而且他射的速度都很快 大家看到 其實他上彈的速度都很快 但其實有個缺點 你看到他有60發子彈 但其實他每一顆子彈 攻擊力都很低 所以其實Sombra 他對於攻擊力比較高的英雄來說 是... 真的有點難 所以就要好好利用 衣技 可能譬如我現在遇到死神 我就... 走路 走走走走走走 如果他跟著我的話 他看到我的話 就跑到一段距離 再按E制回到我剛剛扔下的地方 那我就可以成功走路了 oh by the way 他的衣技 扔了出去之後 即使對方的敵人看到 都一樣破壞不到的 最多可以知道 他扔出來的位置在哪裡 我當初以為 Sombra 其實是每一個角色的大技 都可以剪掉 但是好像不是這樣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我走音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其實Sombra的大技 除了Lucio Fara的大技 我不是很清楚 其實他可以 剪掉什麼大技 就是可以剪掉什麼大技 所以... 如果大家觀眾知道的話 可以在下面 跟我留言說回 我真的很想知道 其實他的大技 可以剪掉什麼大技 其實我對Sombra這個角色 都不算太清楚 而且剛剛打的時候 真的有點難去 好好地跟大家解釋清楚 所以... 如果有什麼說錯 或者說得不夠清晰的話 大家就可以多多包涵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看Sombra 他的Skin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用的是金Skin 是他那麼多Skin 我最喜歡的Skin 所以... 一來因為他 他的白頭髮很漂亮 他的配色超漂亮 真的很有型 而且... 他的吹也很漂亮 欸?! 那麼... 他最經典的Skin 就是大家平常看這個 食身都是紫色的Skin 然後... 他普通的藍Skin 我覺得他藍Skin 裡面其實最漂亮的是... 黑色這個 其實他藍Skin已經很漂亮了 然後他紫Skin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真的看起來 真的很像沖 我看到就想起初音的那個 其實他紫Skin 這個Skin也不錯 也挺漂亮 那他呢... 金Skin裡面 這兩個 非常punk的 我覺得好像... 閃光的兩個Skin 我覺得很噁心 我不想抽到這兩個 真心 超噁心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另外一個金Skin 就是我網絡空間的同系列的 另一個金Skin 就是這個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很漂亮的 不過呢... 怎麼說呢 如果兩個真的要比較的話 我就會喜歡網絡空間多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藍色 我比較偏好藍色的 大家可以看他的武器 他的武器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其實武器來說 他最漂亮的是這一把槍 但他的Skin真的很養水 哈哈哈 他的武器真的最漂亮 我覺得是這一把 其他普通的武器 其實本身也挺漂亮的 而且他的金武器 是這樣的 我真心覺得他的金武器 是很漂亮的 另外呢 他就有三個表情 是非常華麗的 但我真的想不到 原來他表情是沒有坐下的 那些表情 有些不太開心 勝利之細 這個就是... 浮空最漂亮 先解鎖他 反正他的PTR用了錢 又... 不會變的 哈哈哈 好 他的語音真的... 嗯...我很喜歡 而且...啊!他日文的語音 他的聲音...很棒 很J 好了大家看看他的特色鏡頭 我跟著螢幕靈... 他找不到他 我又跟著螢幕靈頭 混蛋 好帥啊! 這個好帥啊! 這個超帥啊! 先解除他 哎呀哎呀!先看他 這個也很棒啊! 他那個是... 那一刻呢! 很棒啊! 然後再看他的噴漆 像素化 好愛版 然後...這個很漂亮 天空密碼 在你背後 環影 操控 效能全開 試水啊! 衝鋒槍 網絡 上位轉換器 直入病毒 欸!這裏很棒啊! 就是大家平日不是有什麼抱歉 這些東西嗎? 但是他避害了 避害鳥 很搞笑啊! H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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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讀E-D音 欸!那個小孩也變成這樣 好搞笑啊! 哇!這個我喜歡啊! 避害鳥 這個我也很喜歡啊! 好棒啊!Sombra 大家...不知道你們看了Sombra 他的... 他出場影片 他的故事影片 那段 不知道大家看有沒有 他的玩弄死神 那一幕我覺得是最好笑的 連結的話我應該會放在影片資訊那裡啦 大家如果想看 有未看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Sombra導致也有多棒 那好啦!今天呢 關於Sombra影片呢 就來到這裡先啦!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和我討論一下Sombra啦! 那如果大家知道Sombra的大忌 是可以切到哪幾隻英雄的大忌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 我真的很想了解清楚啊! 因為其實自己也用了一點時間去研究啦 我只知道他可以切到FARA Sombra啦! Lucio啦! 其他我就已經不知道啦! 哈哈哈哈 而且他真的... 用大忌的時候 就會像你Rike Ahead這樣 有一段時間 在那個... 範圍之內的敵人 都用不到普通的技能的 那呢!影片就來到這裡先啦! 大家記得... 還沒訂閱我的的話 記得訂閱我啦! 跟著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點讚我的Facebook page 我偶爾也會開Overwatch的直播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 然後訂閱我 總見到的話 記得進來和我聊聊 一起玩 就是這樣啦!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グランドスポンサーのデーギューでお送りします!